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我和Sonia一起来学习小汤姆森第二册的 一上课就打哈欠 第二册的五月花柱舞 Maple Dance 这首曲子又是一个很简单的曲子 它又是只有一只手弹 因为我们要学习几个新的音 知道吗?每次学新的音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一只手来弹 简单简单简单 我弹你们听一下 一二三 一二七 三 三 一二三 三 二三 三 二三 二三 三 二三 五五六 是不是很简单啊 嗯 好 那么他新学的是哪几个音呢 DOMI SO FAMI RE 不是DOMI SO FAMI RE 是所有的啊 DOM我们上次已经学过了 在那首会跳舞的代鼠 跳舞的代鼠那里面 DOMI SO FAMI RE 他已经学了DOMI SO FAMI RE 这三个音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是从DOMI SO FAMI RE 开始往上的这几个 MI MI FA SO 这四个音 对不对 所以呢 只要从DOM开始 往上去数每一个音 这就是MI 这是SOR 然后呢 这个音比SOR要低一个音 就是FAMI RE 这样子一个个去数 去认 好吗 那么 这曲子 如果把这些音都认识的话 就一点都不难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 我要特别提醒你的 就是在第五小节 这里的这个T 它写了一个几号手指 但是我们一开始呢 一号手指弹什么音的 弹DOM的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一号手指要打开 把它挪过来一点 去弹T 所以本来的位置是 DOM 2B SOR 好 所以也是要把手打开 所以也是要把手打开 我从十一小节开始 O2B SOR 准备大拇指 看到我的手了吗 那这个时候注意 大拇指出去的时候啊 其他手不要跟过来 其他手指不要挪过来 二号还是放在RE上 五号还是放在SOR上 因为马上就要去弹它 对不对 好 那你试试看啊 我们就先 我们从哪呢 从第三小节开始吧 DOM 2B SOR 大拇指打开 准备 其他不要动 回去 DOM 2 DOM I SOR I I SOR A 对了 好 然后弹一下 第十一小节 这样 一样的 SOR 准备 T打开 打开 对 2 好的 很好 这点注意到了 其他都很简单了 那我们从头到尾来一遍 好不好 1 2 3 1 2 7 4 自己唱 自己唱 唱出来 3 打开 1 2 3 5 2 3 3 5 1 手 手 竖起来 手竖起来 2 1 打开 准备 1 2 1 2 3 4 5 6 对了 好 我来给你弹个伴奏好吗 1 2 3 1 2 3 7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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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好 这就是这首五月花柱,是一首不太难的曲子,相信小朋友们应该很快的就能够学会了,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加订阅并转发,今天课程就到这儿了,谢谢,再见,拜拜。